我在2020年10月 帶著我的中軟柳晴三選 參加了美國直播版的達人秀比賽 獲得了總冠軍 我從國小三四年級 一直到出社會到現在 我學習中軟大概有21年左右了 很多人會看到我 他會覺得是 我是可能是在做美髮的啊 或是等等其他的藝術相關的東西 但不會想到我是學國樂的 那我覺得音樂它不是只有 中規中矩的去演奏它 同時我覺得你應該要帶一點叛逆進去 讓其他的朋友 哇 為之一亮的感覺這樣 哈囉 歡迎 我的名字是妮妮 我從台灣 玩了傳統的音樂 所以接下來的歌 《Bumblebee的飛行飛》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 其實我會參加美國達人秀 其實蠻意外的 因為我在直播當中呢 遇到他們的工作人員 然後就直接邀請我參加他們的比賽 這個比賽它有分很多關卡 所以就是一關一關的進行 那我記得我總共讀了三次 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為 我們的時間跟美國是有時差的 所以我每天就是半夜都沒有睡覺 就是兩點醒來然後開始準備 四點開始節目開始 五點之後開始每一位參賽者 一個一個一個來 所以其實等超久的 比賽當中我用了三項樂器 第一項就是柳琴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主修樂器 鐘軟 再來就是我的三拳 對 用這三樣樂器 然後讓外國人去了解到 原來這是所謂的國樂器 其實我得到冠軍的時候 非常非常感動 然後就是有流淚 因為當他們說出台灣 笑議題的時候 我覺得哇真的超感動的 努力了那麼久 然後終於獲得了冠軍 而且甚至是讓全世界看見台灣 可是我覺得最大感動是因為 我收到一封信 他是跟我講說他得了武漢肺炎 然後他聽到我的音樂 他覺得很開心很感動 然後同時讓他覺得很有活力 所以我也是鼓勵他 我就說謝謝你 我可以讓我的音樂去感動你 然後讓你更有活力這樣 那我希望你可以就是好起來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很開心啦 就是學音樂不是只要工作要錢而已 我覺得是他們只是短短的一句話 這個比拿到獎金拿到就是 掌聲還要開心的一件事情 那這一次呢我受邀參加我們的 貝多芬250週年 越來越懂你的活動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貝多芬的歌曲 都是由小提琴場底或是鋼琴來做演奏 西洋樂器 但是我是學國樂 我想說你怎麼會找我 我國樂器耶 對但是我又覺得好特別 我想要去嘗試它 慶祝樂勝250週年的這個活動 其實是因為由德國政府邀請全世界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在想 台灣應該也有這個機會 來參與這個活動 也讓全世界看到台灣的藝術跟創意 第一個我們用漫畫的方式呈現 第二個呢我們就邀請了金馬獎動畫的導演謝導 來幫我們製作貝多芬的動畫 那第三個因為它是250週年嘛 所以我們就邀請了年輕的插畫家250位 來畫出他們心目中的貝多芬 當我們給年輕人的題目是這樣的時候 他們就發揮了非常大的創意 而且把台灣的元素給連結進去 這一幅太具代表性了 跟台灣太多的連結 你看大家手上拿著珍珠奶茶 而且這一次呢 我們也請許常德徐老師 把給愛麗絲這首曲填了中文的詞 然後他就給他這首曲的名稱叫做 給愛之語 愛的語言 那在2020年我覺得全球都面臨到很大的一個疫情的危機 我們除了實體倒垃圾以外 音樂能夠感動人心 把心裡的垃圾倒掉 這次是線上的展覽 還有最特別的一件事情 我常說那叫秘密武器 就是我們用中式的樂器 來演奏貝多芬的曲 佐藤他彈中軟到現在已經堅持了21年 只有一件事情可以持續讓自己的人生更好 就是熱情 我如果從小可以協助我的孩子 找到他的熱情 當他這個熱情是他自己的 他就會有那個動力持續到後面 貝多芬的故事其實有很多激勵人心的地方 他的堅持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把我們的創意 對藝術的這種堅持的力量 真的要讓全世界看見 當我每一次收到新的畫作進來的時候 都覺得太有創意了 我們常常有很多都引進了國際的IP 可是我們自己的創作其實是受到國際的肯定 所以我們這一次250週年貝多芬的線上展 很多人的一起的參與 就是希望讓我們這些藝術家的作品 真的讓台灣的人真的看見 而且你們會像我一樣非常非常的感動 貝多芬25歲左右 他就有一點點耳機 一直到45歲 他正式聽不見 所以在這次的活動當中 因為我們也有一些的費用 是要贊助給亞文基金會 我們也希望可以幫助這些孩子們 將我們的愛也傳遞出去 我們非常希望250週年 貝多芬的這個紀念活動 讓家長要陪著孩子 去尋找孩子的主控權 讓孩子找到新的一個希望 未來競爭力的方向 將台灣這個品牌 再度因為藝術跟音樂 打到國際市場 讓大家都可以在過年期間收獲滿滿